抢工暑假的旅游商机 南楼县政府力推观光工厂的行程 包括了全台唯一 以山椒为主题的观光工厂 还有流传的三个世代的灯笼观光工厂 以及新加入的成员 这个是以水果酵素为主题 县长林明珍化身为代言人 广邀中台湾的乡亲 透过这多元化的观光工厂 体验南投的特色产业文化 南楼县政府积极推广观光 目前县内观光工厂数量 已经成长到13家了 目前最新的两家 是以山椒作为主题 还有用百香果 凤梨等在地水果 制作成酵素相关产品的观光工厂 另外也有制作糖果 麻薯 雨伞 红茶 梅子 等各种产业的观光工厂 南楼县有很多的观光工厂 你来这边可以看到一些 观光工厂的产品 同时也能够来这边做DIY 自己去体验 把这个暑假时间 给我们小朋友 来让他们了解更多的产业 这孩子 尤其当时 你说王来生日也不知道 有个孩子 王来生日的岁上 我们如果孩子带来 了解王来的资产的DIY 还是做第二个製作的过程 我们的视野再看 为了方便民众安排旅游行程 县政府也特别请厂商设计一个 介绍南投县观光工厂 特色产业 地方文化馆 等各种经典的APP 里头还有互动游戏可以玩 除了我们融合一些文化的层面之外 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想要去结合 很多体验式的一些行销 那甚至我们在融合很多科技的一些方式 让我们的一些特色产业做一个提升 那包括说我们有特色产业 我们有民宿业 我们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大型的游乐园 我们还有很多的景点 我们的鼓励啊 所有的厂商啊 最好都能够走向一个观光工厂的一个行销 铸造的一个产业 不但可以带动我们的经济发展 同时也可以带动我们的观光业的一个成博 暑假还不晓得要去哪玩吗 县长林明珍欢迎大家到南投县 透过各式各样的观光工厂 体验南投的特色产业文化 接下来熊西农县采访报道